假設要複習的話可以到Portal裡面的最新消息 比如說像上個禮拜的這個影片 上禮拜上哪裏 假設有些細節不太知道像104這一題 104裡面最難的應該是在那個 就是計算年齡 還有那個count if 就是算那個到底 上課有多少個人 有沒有那你不是用人工來算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你要提高效率 真的一定要知道Excel其實有非常多好用的 函數 比如說像count if 像date if 像這些函數如果你不會用 那你只能凸髮鏈鋼 而且會非常容易做錯 那但是你會的話呢你只要把公式輸入之後快點兩下 馬上就全部ok了 這感覺真的是十萬八千里的差別 所以建議各位 還是盡可能的吧 該學的學會 另外上個禮拜106這一題 其實就是算那個成績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讓學生做答完畢之後 你要算他的成績 那以前的做法是也是用人工來改 但是其實用人工來改真的太浪費時間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好像怎麼樣 就是先把 這個裡面一樣 也是用到count if 所以count if 函數非常的重要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會count if 說真的很多事情就會變得很麻煩 如果你會count if 馬上就可以把結果做出來 成績也算完了 哇那真的 差別蠻大我覺得如果你當個老師 vay sale 真的會蠻辛苦 尤其是學生成績這麼多 那怎麼樣快速的把它算完 這一點倒是 要特別注意 那 待會我會再把那個啦 下課的時候也許我會再把 那個 座位表再共用一下 也許 先跟各位說一下 那另外的話呢 把那個題目稍微打開一下 那一樣 我們每一次 就是會講大概一題兩題 甚至三題吧 看進度 那原則上的話呢 總共有五類的題目啦 不過 看 是情況而定 因為 當然我很想把那個每一類都講一下 但實際上越後面的題目越難 現在的話我們先講到第一類了 不過如果你覺得 第一類已經很難了 那後面不是就更難 對沒錯 那沒辦法因為 如果你將來希望能夠 比人家工作效率提高的話啦 說真的還是要把那個工具好好學會 那其中的話當然 第一類喔 其實最重要的話就是基本函數 那我剛剛講到那幾個函數喔 你一定要還是要熟練喔 不然的話說真的 你要把事情快速做完 真的還蠻困難的 好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來看喔 那第二類是這個啦 第二類又更困難一些些 第三類 總共有五類題目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再先把題目稍微練習過啦 OK 那我講過這個是一個證照考試的題目 所以如果你假設 覺得這做完了你覺得還蠻有趣的 你希望能夠 再去考個證照 這個實際上有證照可以考的 所以你把它練熟了 報名考試 那幾個分數是70分 那 它基本上是分三 三個Label 三個級別 那每一個級別的話 這個有不同的規定 我想細節 也許可以看一下官網上面 那今天的話我們接著 繼續來看那個108好了 99乘8表 好這一題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最後作答的結果 1 到9 1到9 那其中的話好像前面這個叫什麼 被乘數嘛 後面叫乘數 然後後面在後面這個數字叫乘7 那如果你會發現打開它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打開這個檔案之後呢 他 直接以示的開 OK 那你會發現呢 其中的話呢 這個地方他沒有99乘8表 好 那其實他主要是希望你做什麼 把99乘法表 給做出來 並且 針對 就是被乘數跟乘數相同的 資料呢 把它填一個顏色上去 那填一個顏色上去 並不是要你做塗法鏈鋼 不是要你眼睛看喔 而是 他希望你用什麼 Excel裡面的那個什麼 叫做設定格式化條件 首先的話呢你可以看到底下有一些說明 他這裡面的話有一個這個乘號 他說這個乘號需要用特殊的字 有沒有這個乘號 OK 這個乘號的話是要什麼unicode裡面的這個 叫00d7 就有這個乘號 OK 1 加上這個字 其實就乘啦 或者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假設啦 你要練習你可以用先用X 小X來代替 好像蠻接近的 你之後再把它改 也可以啦 然後呢 他希望做出來類似像這樣的結果 公式 使用藍變數 乘上什麼呢 列變數 所以前面應該是藍 藍的話指的是上面的那個數字 列的話呢指的是 左邊那個數字 所以 前面這個指的是上面那個數字 然後加一個這個數字 加個這個乘號 然後呢再列號 把兩個相乘 OK 然後再繪製框線 框線這個地方就是有相關要求 並且把對角線 給做出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你不要說 老師我就直接 1 這邊1有沒有 然後乘的話呢 他希望用那個 乘號 那個乘號的話 我先取消一下 你可以在旁邊 旁邊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你可以先練習 我記得好像插入裡面有個符號 有沒有 那符號裡面的話 就可以讓你輸入 那你可以找一下 那個東西叫乘 可是你怎麼找到那個字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叫字元代碼 那他好像有要求 就是說 他要00d7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輸入00d7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他乘號就出來了 有沒有你輸入完這個地方 插入符號的地方 他會有乘號 那也就是說啦 你再把這個乘號呢 拿到那個中間來 就按插入 不過有點麻煩啦 因為這個字要怎麼放在中間 那可能你到時候先插入 然後用複字貼過去也可以啦 反正方法很多 所以喔 那當然不是叫你說 你說1 乘上 乘的話 你說這樣 Ctrl C 放在這裡 然後1 等於 等於1 可是問題下面怎麼辦 難道你要一直做 99 81次嗎 不是 他是希望你做一次之後喔 然後每一次向右向下就OK了 他怎麼樣 這樣剛好可以 向右向下 是OK 這個公式 請各位想想看 第二個就把框線畫出來 第三個就是 對角線填顏色 大概是這樣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是要你塗髮鏈鋼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變成說要按照他 指定的 就是說前面這個數字是 從藍 所以 先打個等號 等於 然後呢 取得這個數字 這個1 把它放前面 然後呢 中間要串接 串接 記得吧 加一個m的符號 串什麼呢 串這個字 這個字 記得一定是前面一個雙引號 然後再把它貼上 因為我剛剛是直接從這邊插入之後 拿這個來貼過來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打 因為他這個鍵盤不知道怎麼打 所以用貼的 目前最好的 最簡單的辦法 然後呢 因為他是個文字 所以前後一定要有雙引號 當然你現在做打勾的話 他變1乘 後面的話乘上什麼 乘上1 所以呢 and 然後呢 再串這個 所以再點他一下 有沒有 1乘上1 再一個 等於 很麻煩 and 一個等號 等號因為他也是一個字 所以呢 前後雙引號 都要加 等於多少呢 你可以先打勾看看有沒有打錯 沒打錯 然後再接 兩個相乘的結果 and 兩個怎麼相乘 上面這一個 儲存格在層上 層的話是這個信號 層上 A 4的這個儲存格打個勾 這樣就OK了 好 一個OK喔 那其實我們主要是希望說只要做一次 向下向右 就一氣呵成了 所以 但如果你目前現在這樣 你向下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 OK 他沒有辦法照你的要求 如果是 1乘上 1等於 下面的話 一樣這個是前面 1乘上2 等於2 我看一下是不是他要的 他 這個 題目部分的話 他要是 這個1是藍 對 然後後面這個是 這是列 就是這個 OK 那應該沒錯 好 如果出錯的話 那到底哪裡出錯 其實跟各位講 因為 主要是出在哪個地方的 這個環節錯誤呢 因為如果你只要 應該還記得吧 如果這個 空點向下填滿的話 他有個特性 他會針對儲存格 儲存格就是這個 B3 A4 有沒有 像類似這種 這種就儲存格 的位置 如果你向下填滿 他有個特性 就是會把 後面的這個列 就數字部分 會自動加1 也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現在 把它往下拉 那B3 就會自動加1變B4 A4就變A5 有沒有 這個都會加1 所以你會發現下一個 B4就變 有沒有 B3變B4嘛 A4就變A5 那再往下又加1 所以變B5 有沒有 然後A6 一直在推 那你想說不對啊 老師如果我向下填滿的話 理論上呢 你上面這個數字 B3是不能變的 那可是 這個 A4變A5是可以變的 對不對 所以喔 你只要多做一個動作 就可以 讓這個公式 變正確 什麼什麼動作 加一個錢的符號 我先幫我跟各位講說 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對Excel裡面那個錢的符號搞不清楚的話 說真的啊 你不要說你會用Excel OK 真的 那如果說你要固定它的話 很簡單 請你在 你想固定的 這個列 前面加個錢的符號 哪個呢 我要固定B3喔 所以你知道 在B3前面加個錢的符號 B3的前面 因為我要固定啊 你不能給我加1啊 加1之後的話 那我藍的位置就 跑掉了嘛 OK OK好 這個時候打勾 向下填滿 好神奇啊 就正確了 OK 再來的話呢 當然向下OK了喔 可是喔 接下來 我希望呢 向右也OK 那向右OK呢 其實你會不會向右拉過來 如果放開 那成功那表示你厲害了 但是有沒有成功了 也是沒有 沒有 那為什麼沒有呢 跟各位講一下 一樣的特性 剛剛如果你向下拉的時候 有沒有 向下的這個概念 這個儲存格 列的部分 會加1 可是如果你現在剛好 是要向右填滿的話 向右喔 有沒有 那就不一樣喔 那就變成說 它前面這個 這個後面是列嘛 前面是藍 它的藍 會幫你加1 也是 B藍 會變成 C藍 那A藍 就變成 B藍 特別注意喔 所以向右是藍加1 向下是列加1 那可是不對啊 你說老師那為什麼會出錯 其實主要我們來分析一下 你看向這邊方向 錯是錯在哪裡 你會發現 上面這個 C3 因為有鎖住嘛 所以其實3都固定 它不動 沒有錯 可是呢 錯應該錯哪裡呢 其實你會發現喔 因為我向右填滿之後有沒有 那本來應該是 A4對不對 它變成多少 它變成B4 可是B4 就變成哪個儲存格 就變這個儲存格 那可是你說 老師我應該固定在這裡嗎 可是問題 它用向右拉 它自動幫我加 一欄 那怎麼辦 喔 很簡單 什麼方法呢 如果你不希望它變的話 你就請你在哪裡呢 在你不要變的那個 藍前面呢 加一個錢的符號 錢的符號喔 OK有沒有 A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A不要動 就是 所以這一題啦 最大關鍵就是 鎖在第3列 鎖3有沒有 然後另外在鎖藍 鎖什麼藍 鎖A藍 不過也可以理解啦 因為你可以發現喔 第3列剛好是 我們的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需要存取的 這個應該叫標題藍 然後 A藍的話呢 是 標題列 好那所以喔 記得在3前面加錢 兩個 在A前面加錢 好 那做完這個之後的話 其實其他都不要變動 那結果如何呢 我們把它打勾開看一下 其實喔 向下 OBOK OK嘛 向右OBOK呢 放開 這樣子的話呢 馬上 99層發表 就完成了 OK 差別多大呢 其實主要 以後如果你會用鎖定的方式的話 以後你只要輸入一次公式 底下全部OK 但是如果你不會的話啦 哇那真的是108000 你這邊要做81次 還不一定正確 OK 所以這個部分差別在這邊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個的話請各位先把那個 先插入那個 我剛剛是用的 先插入這個符號 符號這裡 然後輸入這個 00d7 選它 插入一下 把它放到它中間 串在這裡 OK 另外的話就是 上面的 這個藍 乘上 左邊的列 等到兩個相成 然後 記得喔 鎖列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那個鎖的概念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將來會有很多機會的需要 向下向右填滿 那如果你不會啦 說真的 那你就可能要慢慢來了 那這等於是說你用Excel 就沒有辦法把它發揮到 它應該有的水準 OK 試試看 那麼